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一个好作品 可以超越时空和经验产生共鸣 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感受 说得真好 我自幼家贫 冬天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季节 当寒流到来 万木冻玉折的时候 我们家就孤根暖毒回 人要怎么孤根暖毒回啊 一家人坐成一圈 拿着一根蜡烛取暖 一家人怎么拿一根蜡烛啊 这是我爸发明的游戏 把蜡烛像几股传花那样 一个一个传下去 手脚慢的人就会被蜡油滴到 大家这么动起来 身体也就比较暖和了 您爸爸是生活智慧王 不止我家贫 全村的人都家贫 我看着眼前萧瑟的小村子 被寒冷的冬天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里虽然不曾真正下雪 但心头却是前村深雪里 雪上加霜了 这时邻居跑来 报告了昨夜一支开的消息 太好了 有什么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是村委的老太太啊 昨夜冻死了 大人们只是讲得很委婉 怎么你们村子里都没什么好事啊 有 风地悠香出 勤窥素眼来 这什么意思啊 村外小林子啊 有野味 偶尔抓到了 我妈就会好好烹调一番 其他人就在厨房外面 闻着香味等 好嘛 从此 一支支的野鸡 野鸭 野鸽 在我们饥饿的眼神里 全都被扒皮成了一块块的香腌嫩肉了 见山不是山了 随着我渐渐长大 我明白这村子明年还是会这样 穷的穷 饿的饿 生活不见一点起色 明年阴如律 别太难过了 还有最后一句 先发望春台 对 那使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冬天 我想要找到一个生命的高台 一个能展望春天到来的地方 好 开出人生中第一朵梅花 在外商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好 赚钱咯 却被外派阿拉斯加 更冷咯 万木洞玉折 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之开 封地幽香出 勤窥素艳来 明年游应律 先发望春台 齐己是乡下贫苦人家的孩子 小时候一边放牛 一边读书 学习非常的刻苦 几年之后 能够吟诗作父 被寺院长老发现 收进寺里做和尚 冬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齐己出外 被眼前一片雪白吸引住了 几朵梅花引来了抱春的鸟 围着梅花唱歌 齐己转头回寺 马上写下了这首勇物诗《早梅》 诗人以轻力的语言 含蓄的笔触 刻画了梅花 奥含的品性 素艳的风韵 坚强的盛开 并以此寄托自己的意志 壮物清润素雅 书情含蓄倦勇 成年后 齐己出外游学 云游其间片揽各地的风景名胜 游历生活 丰富了他的写作题材 许多佳作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齐己为人 秉性高洁 脖子上长了坠流 诗人就戏称为诗囊 他的性格豪放 一生除了经研佛理之外 也致力于诗歌创作 题材以山水风景为主 讲究以禅入诗 他历经晚唐和五代乱世 这使得他的诗歌里 除了禅意 风景之外 还有社会动荡 战获平仁 民生疾苦等现实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与积极的意义